继续第二十二章第三节 以后再没有周座 再圣女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好了我们继续延续着成这个概念 我想我们一步步深入浅出的讲出 里面我们为什么 神是要这样要求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我相信当我们看完这个城之后 我们看完《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给我们看见 可以说将全人类历史就放在我们眼前 原来全人类历史当中结束的时候 神所有关于人类历史参与的工作 就是建造这座城 所以你看到用两章的圣经 去说出神终于完成和祂想得到的 就是祂自己一个永恒居所 但亦是人类的一个永恒归宿 这个就是圣殿 祭司体系 回幕 所说给我们听的一个事实 而甚至用哲期这个活剧 去给我们理解它里面的时段 在里面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见证 让大家去理解这个概念 其实神虚看这个城它有一个完整的观念 但是其实 今天弟兄姐妹我和你只能够参与在这个城当中一个非常片面的段落 但是现在我和大家分享这一篇信息的时候 就在最近我参与一个的丧礼 我相信弟兄姐妹都会知道的这个丧礼就是 韦方姐妹的丧礼 除了她是玉珍的姐姐之外 有部分的她的事迹可能很赛的弟兄姐妹 你们都不会知道的 值得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也作一个对比 因为在这个丧礼当中 虽然我没有出去讲话或者述身平 但我觉得在这里我也是可以为她作一个见证 其实戴慧方信主的人就是我 其实我是在外母的家里戴他信主的 除了带了外母信主带了一家信主 也是带了最后的这一家人 最后带了韦方欲珍私慕的姐姐去信主 那次是我第一次和他聊天 可以说长谈 也是最后一次 因为在我们教会一向我和姊妹都不会沟通 不会谈谈的 通常都会最安全的方法 值得我太太用这个对一系统去传达 帮助和席助和席助系统 这就是能够保护我们 所以变成了 虽然她是玉珍私慕的姐姐 但是那次我所说是她人生当中我第一次和她经谈 也是最后一次的 在之后可以说差不多和她除了打招呼之外 我其实没有经过理解的 在她过去这么多年 因为她信了主二十几年 就是由我们教会开始 初期就已经带了她信主 一路见证她的人生 她信了主之后努力去跟从神 然后结婚 这个过程当中 她成为一个家族人的太太 甚至是被猜传 亲眼看着她的成长 亲眼看着她将自己在信仰当中过去的杂质 去放弃而选择了精金一样的性格 宝石一样的内涵去侍奉神 在那个过程当中 她没有的质素 譬如好像圣经讲的 自律、节制这些质素 她自己去学习 她自己优质那些方面 她又去用她自己四里的性格 思维、思考去侍奉神 因为在她的生命当中 是见证着一样的事实 就是在她生命的过程里面 她是尽他所能 她在她的生命当中 提炼出她自己以前没有的质素也好 或者她已经有 也是宝石一样的质素 去建立神的家 她很尊重领袖教会里面给的系统 她都很依从 因为在初信的时候 她很有趣的 因为她是很思考的人 她很小心的 因为始终她是一个初信的外邦人 信了主之后回这间教会 她也跟一些的姐妹说过 这间教会这样的系统 如果日华跌倒就 就惨了 这个就是她开头 来到我们教会初信的时候 她的思维方式 身为一个姐妹的看法 但当经过几年之后看到她 就是完全投入谷宫尽水 因为她看到一样东西 她看到就是说 在里面有神 而她将她的生命 真的可以说到现时来说 我亲眼看着她信主 也亲自参与她的喪礼 在这个过程当中 鼎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呢 就是卫方姐妹她没有机会参与 接下来这几十个星期的变动 那变动我不知怎样 我绝对不希望有人离世 有人受伤 但问题是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我们是神的代言人 催好者 就好像站在这个守望台上面 守望者她不希望有战争来到的 但问题是她为什么要站在那里 如果不希望是否不用看呢 不是 因为如果将要临到的时候 她不警告就不行 卫方姐妹有没有机会参与 这个未来的应变 变动 她已经离世了 她只是在她人生当中 参与石安教会 最早最早这二十几年的片段 最后这个片段她没有机会参与 但是你知不知道 在世上活过的基督徒 99.9% 都是没有机会参与 神最荣耀最后最大的变动 但是 我们原来被设定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我们自己 参与神明神计划的一个小段落 而这个小段落的时候 是我们意想不到就结束的 尤其是在最近这三年 更加是很感叹 但是因为我亲眼看到 一些很熟悉的人 离世 除了我们大家知道 策略家秀珍离世之外 其实我自己本身 私底下我自己 由信主第一个大信主 就是身边其中第一个的 姊妹 就是她的名字叫刘凤山 最近我经常去刘凤山 去看太阳 我经常记起她 为什么我会说她的名字 原因就是 当我经常去刘凤山 因为她的花名就叫刘凤山 那我就试一下上网查 刘凤山 会不会现在这个时代 在网上看到 那我一看就看到她 桑礼里面的述身评 原来她在去年已经来世了 就是她比我还小 我一信主的时候 尽量带我身边的朋友去信主 她可以说是我当时唯一一个 就是在初信的时候 能够带到身边的朋友 其他朋友都因为我信主离起我 所以后来我自己 再建立一个社区 在我身边 在读建造业训练中心的时候 带我身边的人信主 建立一个例清社 使得我可以直接弹吉他 就是教吉他 教打笔波 带了好色人信主 其中一个就是柏安 这个刘凤山是我第一个 带信主的女士 现在她有了十多二十岁的儿子 她都离世了 我见证着这个人 是我带她的信主 也知道原来在这一两年死了 后面才知道 在去年的年二十九 我的表妹 亦离世了 比我多岁 在这几年里面 大约有一个年纪 竟然身边很多我自己同年的人 或者小小人都离世 卫芳姐妹是大家差不多年纪的 她大她的妹 玉珍师母不是很多 其实原来我们人生当中 我亲眼看到这些我熟悉 甚至是我大纯主人 去离世的时候 很深刻的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 他们度过他们自己人生的一个片段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参与成 整个时代计划的全部分 就好像这个城市一样 去建立一个城市 可以说是一个最宏大的建设 其实 因为如我所说 我自己是做 我爸爸是做建筑的 所以变成我的体验 就是说 其实是 建筑物和建一个城市 真的可以一样 真的可以说 因为做法就是 建完地基 做完地基的班人 做完之后就走的了 接着就建了一层楼 建完楼的人就走的了 接着水电的 就真的把他们之前搭通的 全部搭通了 这样就走的了 接着就装修 装修的人 在其他前面的人 走了之后才能做的 因为在地盘当中 其实就是一批人做完 就一定要走 要完成他们的工就走的了 他们每个都是 这个建筑建设当中的片段 在神这个城市都是 但是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 在这个城市当中 神所建立希望的 整个城市的动态 祂都希望 每个人能够参与到 没错我们没有参与 摩西时代 他的出埃及 但是跟着在里面 难道每一个时代当中 神是让 没有一个人去能够 真的经历到这个建设吗 不是的 我们亲眼见过 五百年前 马丁路德 离开天主教的时候 他根本经历就像摩西时代 其实跟着 会一个宗派 他们离开 上个宗派 就是他建立下一个的复兴 都是好像摩西 出埃及 被上一代追杀 谋杀 暗算 迫害 虎代 什么都齐 来的 其实你要看到 虽然 每一个人 我们其实活在这个人生 每个都只是参与一个片段 但是其实那个片段是很完整的 被神带领的教会 其实是会导致在那间教会当中 无论参与哪个片段的 帝影子妹 都能够是完整的参与了 神的建造 就好像韦芳姐妹 他离开了 我差点见证他的信主的第一天 直到他离开的最后一天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亦随着我们过去教会的三年的分享 他的努力 他有没有预备 他又预备 他如临大敌 他一样是预备储粮 一样是成为家母去帮助鼎姊妹 在加拿大的时候 他亦努力地将他的所识的 所能够付出的付出 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在我们教会 去甚至是大旅行 很多这些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已经离世的 敌影子妹 其实他们全部都全力参与 而这些全力参与人 虽然没有机会 去到剧中最后一幕 但是同一套的长篇活剧一样 不是到剧中的时候 每个人拉着手走出来 好像雨场边的 齐欢喜呀 不是的 那些是借幕来的 借幕的时候 我们会一次过在天上与主相遇 我们有复活身体一起出现 但问题在过程当中 有人出场 亦有人完成他自己过一个段落 但每一个段落当中 因为神为了建立这个城 在整个段落当中 他都让每个人都经历一个 全然生命的一生 是整传的 所以今天我可以见证 虽然卫方姊妹已经离世 但是我见证着他这二十几 至今三十年的信仰里面 他有一个非常正传的信仰 这个信仰直至于离世那一天 他都是全力地去跟从神 全力地去预备 随时随地去预备 去战胜这个病魔之后 他能够成为一个领袖 去带领顶姊妹 到最后他离世的这段时间 他都在教会的教导底下 去尽心竭力 那你能够想象 当神看见的时候 会的时代的弟兄姊妹 都是在她的带领底下参与 学了 完成了这个 可以说训练班 会的都得着他们在审判台前 也可以说掌赏台前的掌赏 启述第二十二章 第三节 以后再会有周座 再城里有神和高阳的宝座 塔利国人 都要侍奉他 祝福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